蓝钻天城在拱树区墨干山路 钱女士家住上城区的警方 她说2018年9月通过中介得知 这边有车位在出手 我那时候手上有一笔资金 就是买房子又不够很尴尬 然后这边中介这边说有一个车位可以投资 等于是商用车位 他们帮我们乘租过去 就是反租过去 就是租给外来的车辆 然后租金给到我们 钱女士买这个地下三层的机械车位 花了17万 2018年9月和杭州蓝钻实业有限公司 签了使用权租赁协议书 上面写了该物业租赁期是20年 租赁期满后根据物权法相关规定 自动续签 当天还和杭州蓝钻实业有限公司 签了委托经营管理合同 授权这家公司对车位统一经营和管理 期限也是20年 前三年按照租金17万的9% 获得年收益 平均到每个月发 一个月一千二三 后面收益每隔几年会涨一次 去年的二月份三月份 就是也没有给我们租金 当时我们出来也维权了 当时他就以疫情期间 就是商铺租不出去 他们这边的资金就是有点紧张 就这个理由一直拖欠我们 钱女士说 去年四月对方又开始正常打租金 可二月和三月的自己一直没收到 今年的2021年 二月份就是没有给到我们租金了 空了一个月 就是三月份到八月份是正常反租的 然后九月份 应该是九月十号给到我们 一直到现在也没给到我们 他现在给到我们的说法 就是他们已经破产了 你们要把车位拿去就拿去 就这样的 叫我们去领车位证 但是这个车位是这样子的 他们说 他们欠了银行特别特别多的钱 整个相当于他们整个集团下面资产 都抵押掉了 抵押掉了以后呢 然后这个车位当然也在他们的 那个就抵押的范围内 因为之前都还没照 然后现在的意思就是 他们想办法去把这个车位 就把我们觉得是我们这个权益的 剥离出来给我们 两位女士觉得蓝钻石叶的这个方法 能不能行得通 先要打个问号 关键这个车位自己拿回来 也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当时看中的就是 投资就是投资用的 拿回来用 我们自己不住在这里 因为这个车位没有用 这就对我们来说 就是一堆破多费铜烂铁 据你了解 跟你有类似情况的这种 车位主义共有多少 富二加富三 三百多个吧 从前女士手上合同的车位图 可以看到 地下二层有481个车位 包含39个残疾人车位 地下三层有908个车位 其中机械车位832个 平面车位76个 找到杭州蓝钻石叶有限公司 前台一名工作人员 把记者带到一处车位 协调中心 说有领导会来对接 现场等了快一个小时 领导没有出现 记者电话联系上一位吴总 他说去年两个月的租金 没付有疫情的原因 目前公司确实在经营上 有些困难 也就是面临着这种破产的危机 所以我们现在政府和我们的相关部门 都在协助这个点 在帮忙处置这些问题 因为我们不是说不解决问题 第一个我们不逃避 我们不回避 我们也解决 如果我今天能够退得出来 那我不是给他 大家都能解决 就是因为公司困难 所以我们也在跟他商谈 至于有多少人和公司 签了这种委托经营管理合同 吴总没有透露 黄女士说地下三层的机械车位 今年四月才开始动工 现在地面上还都是尘土 我觉得这个造起来 你们看上面那么粗的消防管道 它如果要运转起来 上面那个车 它不管停什么车 它都动不了 如果是用ICUV的话 直接就撞车了 那像这种机械车位 它造的是合理的吗 还是说这个地方 它压根就不能造这个东西 这个不是我们考虑的问题 这个工程它肯定念收的话 都会考虑到这个问题的 因为我们觉得很多的东西都是会按标准来做的 我们现在近期就会有方案 我们也会告知你们的 早上啊 昨天也都是在接待嘛 因为我们肯定是小业主为主 大家也都是在商谈这个事情的 属地降服街道的韩松表示 之前他们给双方召开过协调会 黄女士等人希望蓝钻实业公司按照合同来执行 但公司这边反馈确实遇到了困难 双方没能达成一致 如果有需要 街道会再搭建平台帮双方沟通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 明镇住你看 明镇 明镇 明镇